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會不會越貴,越好的單車就越安全了? 未必 為什麼呢? 因為以我所知那些高身的road bike都很難拆 我覺得人們不懂踩單車 然後到很多導遊炸彈會發生 我覺得主要是安全意識的問題 去追求快速度 有時可能會綁固了人 其他道路使用者是安全嗎 為了實踐節能低碳的生活 越來越多人選擇用單車通勤 都吸引了不少年輕人玩單車 不過在馬路上騎單車都挺危險的 為何這麼說呢 讓我們東夫即應帶領大家了解一下 單在今年2月份就發生兩宗公路單車的交通事故 其中一宗市主年齡只得27歲 懷疑很久沒有踩過長途單車而瘦命 而另一宗失控自炒導致昏迷 曾經以單車環遊世界的流感門 就認為不是每條公路都適合踩單車 快速的公路 我自己覺得 如果可以選擇 就選擇退而求其次 就不要選擇這麼快速的 我寧願兜路 舉例如農場道聽聞是可以踩單車的 但我覺得如果你由黃大仙去葵涌 那踩在下面 下面有很多路可以選擇 吃結尾 我就不會選擇農場道的 有時避免自己落於犯險